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很會姿勢 基隆城市博覽會的展區 涌盡許多人潮 外地遊客跟本市的市民都有 大家對於基隆城市博覽會 所展現的基隆蛻變 都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們是駐台北市 想說來 因為這邊有剛好四個展區 就想說來趁家 帶小朋友來這邊看看 因為覺得市場的政績 就是健身弄得好像還不錯 就想說跟明星市長合照一下 對對對 沒有啊 因為我本身是基隆市市民 所以對 然後想說基隆辦了這麼棒的一個活動 然後來參加共襄盛舉 然後基隆變得好漂亮喔 對啊 就是市隆吧 市隆感覺好像比較整齊 對啊 你進來感覺是不是港區 會變得非常不一樣 就感覺比較舒服 對對對 蠻明顯的 整個那個國門的這個廣場啊 還有那個 海洋廣場那邊都弄得很漂亮 還有基隆的一些古蹟啊 它都把它火化起來了 讓我們更增加一些文青的一些氣氛 我想基隆的一個變化 大家一定非常的有感 那我們基隆慢慢蛻變成是一個 國際城市的一個格局 所以透過這一次的城市博覽會 我們就是希望讓大家看到 基隆可以做得到 而且我們的確是可以改變自己的命運 雖然我們的資源那麼的少 不過我們基隆可以變得很漂亮 變得很有競爭力 而且變得非常有未來 很多遊客對基隆城市大模型 特別有興趣 大家心中都有自己的基隆經驗 有些是兒時回憶 有些是實際體驗的點滴分享 我們這個場館叫做基隆聯合事務所 主要的目的跟內容 其實就是這幾年來 市長帶的團隊 好像是個聯合事務所 專業者然後社區 然後那個還有民眾NGO等等的 都一起參與改造基隆的過程中 我們就把改造過程中的一些事情 展現給大家看 也看到大家 我們怎麼樣從0到1的過程中 是怎麼樣去展現的 其實人越來越多 然後這個天氣好的時候 其實你看滿滿都是人 所以我想也再次呼籲 希望很多的好朋友 大家盡量能夠來參訪 那實際來看 可能聽很多 可是不如實際來看 來親身來感受體驗 整個基隆城市空間的一個變化 我相信大家會更有信心 通過城市博覽會具體的說明 除了讓大家深入了解 基隆市政府的團隊合作成果 也凝聚大家 對基隆有更多的共識 對故鄉的土地有更多的認同感 記者黃日生 基隆報道 剛好 的人 從我們來看